方兆聰和TVB只是普通藝園約 靠睡幾千元底身當然不夠生活 所以不用開劇時 他會開貨車送貨賺錢 奶仔的爸爸今年榮優 雖然他沒什麼積蓄 但為了慶祝爸爸榮優 他幾乎用了一份身家 買了一隻努力士送給爸爸 很孝順 其實買的時候 我也不太多錢 因為當時我爸爸六十歲大壽 他退休 然後我爸爸很厲害 他年輕時做兩份工作 一份工作在果欄做 另一份工作在巴士公司做司機 其實他一天睡兩至三個小時 很辛苦 然後我有個姐姐 我姐姐是輕度弱智人士 他就不會出來工作 所以其實家裡不可以說是靠我賺錢 因為家裡雖然不太有錢 但也不優 其實我家人也很支持我做其他事 所以想完很多 雖然覺得很肉痛 也是我的積蓄中很多錢 但一想到以前爸爸睡幾個小時 都沒有跟你算 現在榮優 六十歲 我覺得買一隻錶給他 其實我覺得他最開心 不是兒子買到一隻很貴的錶給他 而是他會知道兒子可能有這個心 還有我覺得一隻錶 可能他的朋友看到都幾開心 聽奶仔說 他姐姐是弱智人士 媽媽主力照顧他 現在爸爸退休 家庭負擔 順理成章落在他身上 所以其實現在都很希望在公司 在TVB 或者在其他不同的演藝的事業 可以做得好一點 還有收入不是多 我就做多些不同的part time 可以給媽媽喝茶 帶姐姐去到處玩 三十一歲的奶仔 性格樂觀 積極有禮貌 在這行已經賣少見少 因為 由小到大 我爸爸媽媽不是讀書很多的人 所以他從來不會對我的成績有意見 就算 我又未試過考第尾這麼大件事 總之他跟我說 奶仔 你自己開心 你喜歡讀什麼就可以了 你不要群壞人就可以了 所以從小到大 做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喜歡的 還有不要傷害人 那我就會去做 所以我覺得這個樂天 主要是家人培養 奶仔的爸爸媽媽 經常都會跟他說 如果有一天他們走了 就要他負責照顧姐姐 奶仔從來不覺得姐姐是過負擔 還很疼他 所以一有時間 一家四口會到處去 很開心 我想大家都會 小時候 就不會很珍惜家人 但現在越大 你會開始去 因為小時候不會想 你現在大過知道 其實每一天就是每一天 就會希望可以珍惜和他們的時間 還有小時候賺不到錢 那現在大過賺到錢 都希望可以小時候 他們給了那麼多時間精神 希望現在大過賺到錢 都可以回饋回他們